1997年9月27號傍晚 中台灣的一名工廠小胎 街上才吃完肉圓要回家 被害人妻子才納悶 怎麼丈夫這麼晚沒回來 當天晚上就接到電話了 三千萬 他到底得罪誰 要報警嗎 有的人經濟好的時候 他感到全這些錢 他付出 他也有辦法自己的青藍 被害人家裡也算有錢 籌三千萬不算太難 那他們家是拿得出來的 他知道 小孩的小孩的小孩 他還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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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人家裡也算有錢 籌三千萬不算太難 那他們家是拿得出來的 他知道小孩被綁架以後 就是有在 有理事給的籌款 意思是要跟他們這些 他們這些兒子 跟輸回來 所以說 就都有路線的調情 錢是籌到了 但歹徒拖到了第六天 才指示交款的地方跟時間 先跟你說 跟你正下去四樓交樓搭 然後早上十一小時 就給你滾滾滾到晚上 六小時才夠錢 要錢來拿 一群人在馬路上被耍了七八個小時 他就要拖給他 還沒辦法 沒要拖了 還沒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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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拖到 拖到 拖到後 要去一個地方 結果又沒拖到 從 就從 才一十一小時 開始 還要拖到 就從 那一人家就拖到 你都拖到 你太太 這樣 也這樣 很辛苦 到那天晚上 就是六點 已經兵疲馬困 就是把被害人搞得很累 已經 比較精神不集中的時候 才叫他到最終結果地點 電話指示 車子往台中科博館開 歹徒叫他到科博館的時候 我們直覺上 直覺上應該是這裡了 科博館那邊人潮很多 停車不方便 警方部署也不方便 就這裡了嗎 把匪指示走進公園 這裡都是樹 要走去哪裡 那時候歹徒一直電話指示的時候 要叫被害人怎麼走怎麼走 叫被害人 說 有